我覺得藝術這一行 要捱得久一點才可以比較 例如從商、商業或其他人工 不過後來有一個轉折點 轉折點就是金融風暴 金融風暴之後 突然間入行的人是多了 家長說你看會計師都沒有工作 你看股票都不行 不如子女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余國烈香港資深藝術行政人員 現在是香港藝術學院院長 曾任藝法局行政總裁 西九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 擁有超過30年的藝術行政管理經驗 讀電腦出身的他 為何會投身這個行業 他怎樣評價香港文化藝術的發展 又夠不夠普及 科技應用怎樣提升社會對文化藝術的關注 又來到幸存錦然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去聽音樂會 去看舞蹈 以及去看畫劇這些表演藝術 當然你都會注意到台上的表演 原來幕後的策劃、經營、設施都是很重要的 我們今天就請到幕後的專家余國烈來到這裏 和我們一起感言 Louis 你好 歡迎Louis 你好 我很有興趣 你幾十年經驗做一個表演藝術的監督管理的崗位 但我的印象是藝術家很有性格 很多時候都很有性格 怎樣管理不同藝術範疇 又唱歌、又跳舞、又話劇 可以說一下功力在哪裏呢 首先要更新一下 我最近轉了會 除了表演藝術外 我現在是管理一間藝術學院 就是訓練視覺藝術 OK 都是好像你這樣說 很有性格 你一定是很有性格 我告訴你秘訣是怎樣 秘訣是首先以我的經驗來說 其實我是考過香港演藝學院 他不收我的 意思就是說 我自己本身很想做藝術家 但是做不到 或者沒有天分 那時候我也想入行 不如做管理 我覺得做藝術管理的人 如果要做得好 起碼要在心裏 要站在藝術家的位置才行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說 藝術家很麻煩 為什麼很麻煩 因為藝術家 藝術家經常都會很沒安全感 他在後台預備的時候 他不只待會出台的時候 會突然失準 會突然忘記台詞 他不知下一刻下一出戲 觀眾喜歡不喜歡 藝術家那種成功與失敗 永遠都在他的下一個作品裡 都會這樣 所以其實藝術家 我覺得天生來說 是很沒安全感的 那種觀眾緣 別人喜歡他 別人喜歡不喜歡他 永遠可能他的天分 他的靈感 可不可以 當他以前很成功 他下一個作品會不會成功 下一幅畫會不會成功 將來的人喜歡不喜歡他 所以我們經常說藝術家那種麻煩 其實是來自那種不安和安全感 我覺得做藝術管理 首先要明白這件事 好像你剛才所說的 我在後台 只知道怎樣 最後出台的時候 然後要唱那首歌 要做那個表演 要畫那幅畫的那個人 不是我 是上台的那個人 所以他緊張 麻煩的 應該的 壓力很大 這樣聽Louis說 你有什麼技巧 可以面對這麼複雜的情況 你都搞得如何 我覺得張心比己 因為我覺得藝術家 他一定要給他一些空間 他自己去做 我有一個比喻 我有一個比喻 就是做藝術管理 或者藝術行政 那種你由策劃一個作品 令到那個作品推出 無論是電影 話劇 音樂 或者要搞一個展覽 其實我的比喻 你不像設計一個機器 或設計一個產品 我覺得好像懸藝 懸藝就是怎樣 你想種玫瑰 但是你不會知道出來的那盆玫瑰 會出多少朵花 美不美 永遠都有一些天時地利 人和出來的形狀 是會給你一些驚喜的 可能是種不出的 那些藝術館有點像這樣 你只可以定到一個方向 你選了一個藝術家 但是結果他生出來的花 那種草是怎樣的 其實你不可以管得那麼細 這樣才行 要不然你真的要哭死他 你下次一定要好笑 你下次一定要哭 你不讓他最後的氣氛 在他的腦海和那一刻出來的話 不會有創意 會逼死他 這樣更加不會有好結果出來 不如我們又看回香港 你覺得香港是否一個 我們是一個很繁榮的商業城市 又是很國際化的城市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其實我們有沒有一個土壤 可以引辱到一些表演藝術的藝術家 或者是一些人所說的 香港是文化沙漠 你這個看法又怎樣 我覺得其實我們看看其他 我們覺得文化非常豐盛的城市 全部都是商業城市 如果你看紐約 你看倫敦 你看巴黎 全部都是金融中心 全部都是商業中心 全部都是這樣的情況 裡面它再有很蓬勃的藝術環境 我覺得其實香港是有這些條件 我有時跟朋友說笑 香港加上澳門 我們一說大灣區 其實是一個紐約加拉斯維加斯 再加上洛杉磯的荷里活 是 你有金融 你有賭場 你有電影業 你有娛樂業 在這個區域 在這個區域裡面 乘搭一艘船 現在更快 車都可以去得到 其實已經可以放進去 我覺得 你說的土壤 土壤一定有在 香港大會堂1962年 你有出到來 那時候就是香港被人說是文化沙漠 那時候是這樣的 意思去到現在都已經是六十年 我覺得其實現在香港除了土壤之外 其實有很多人才都出了來 其實真的挺好 我剛才聽到Louis你說藝術的管理 我知道你有三十多年的藝術行政管理經驗 當然這個部分你在幕後推動到這些表演藝術 其實功能扮演是非常重要 我想知道其實一直你說的就是怎樣推動 有沒有很難推動的地方 或者很大的挫折 或者你感覺到真的很難做 有一段時間我們經常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年輕人進入這一行 他熬了五年左右 然後就離開了 不好意思 我找到一份工作 離開了 那份工作好像不關這行事 很多時候我覺得 藝術這一行裡面 要熬得久一點才可以去到 即是比較到 譬如說蟲商 商業 或者其他方面的人工 很多時候他們一入行的時候 開始那幾年 其他那些做商界的朋友 同學 或者政府工 很快就去到某個水平 而藝術的曲線是這樣做 很多時候去到差不多一刻就喊不到 不過後來有一個轉折點 轉折點就是金融風暴 金融風暴之後 突然間入行的人是多了 進來讀藝術的人又是多了 那些家長就說 你看會計師也沒有工作 你看股票也不行 不如就 那些子女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覺得有一段時間 香港有些步伐匯的心態 要很快 很小就很快可以上位 其實過去的二十多年 香港都經歷過不同的經濟上落 我覺得香港人現在 或者是父母 家庭 或者年輕一代 看過將來可以看得長遠一點 所以我覺得一般來說 我最開始入藝術這行的時候 的十年 我都會覺得有一個斷層 但現在年輕人願意入行 或者家長願意 那些年輕人 你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覺得心態是挺普遍 但是Louis 你怎樣看香港的藝術發展 你覺得現在藝術界面臨什麼挑戰 我覺得香港搞藝術 其實香港其實都幾多政府的投入 好老實地說 我以前曾經做過香港藝術發展局的總裁 藝術發展局就是給資助一些民間 或者是個人想做藝術 我覺得其實都幾普遍 其實如果你想做藝術 基本上都有一些資金 可以經過一些政府的渠道 可以得到 我覺得在香港現在做藝術的門檻不高 不過我覺得現在我們面臨的挑戰 除了你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表達到自己想表達的藝術之外 你想將這件事產業化 或者你想將這件事推倒去多些人看得到 由小眾變成大眾 這件事我覺得是不容易的 即是有困難在這裡 我覺得是不容易的 有部份來說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我純粹想表達自己想表達的東西 我想出本書而已 我想搞出戲而已 全部是個人化 原來做到 然後小確幸就很滿足 不如我做到了 然後就在Facebook上寫 有很多人讚好 很滿足 我做了 但我覺得野心不太大 即是香港 會覺得我自己有三四百個讚 已經很開心 有人聽也很開心 我做到這件事也很開心 但我覺得這一代 我覺得文化藝術 在社會裏面 其實可以推得遠一點 但我覺得有少少 我們太自滿於 在自己的圈子裏做了那件事 我覺得要推出去 要有國際級水準的藝術家 或者藝術作品可以推出去 即是我們的野心要大一點 你覺得是否還有一個很大的距離 我覺得部份精英 其實推出去很遠 我經常想起 八九十年代的時候 有很多 無論在電影 電視 或者音樂這方面 即是香港有很多精美的作品 很精緻的作品 可以出到 其實一直都有 但我想配合現在這個時代 因為現在這個時代 跟二三十年前已經很不同了 現在這個時代的傳播 這是你們的專家 傳播那種方法 不是一年兩年 你這個星期已經可以傳播到全世界 已經是這樣 我覺得要面對現在這個世代 大家要轉型升級 怎樣可以轉型升級出去 譬如說藝術怎樣可以跟媒體結合 合作來這件事 而不只是要來到這個畫廊才看到這件事 所以我想請教你這個問題 特別是過去一年多的疫症 我們看到一些世界上很出名的劇目 或者是音樂 放上網上 在特定的時間還不用錢 可以在家裡看 這個你叫做新常態 叫做新發展 這個會不會對傳統藝術的概念 帶來一些衝擊 或者網絡世界一定是主宰我們的生活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傳統我們所理解的那種舞台藝術 表演藝術 是不是會起了變化 我覺得你我他的生活都起了變化 全部都起了變化 表演藝術是其中一部份 我所有東西 我的人生都起了變化 不過我覺得裡面是有危也有機 過去一年在疫情裡面 有危也有機 我突然間在藝術界裡面 面對這個剛才你所說的傳播革命 傳播的變化裡面 突然間有一些以往的藝術的很強的城市 那些優勢沒有了 你說白老匯 你說倫敦西區 他們真的停工了很久 真的開不了 他以往我們經常覺得 我們永遠都去不了巴黎 因為巴黎累積了二百多年的博物館 或其他劇院 紐約和倫敦都是他們累積了 由十九世紀開始已經做到這件事 其實我們沒有得複製這些地方 突然間在疫情裡面 再加上傳播革命 令到大家好像拉平 人人人都飛不了 未來的一年 不知道會否飛到 突然間在網絡世界裡面 大家拉平了 大家都是用這個方法 要搖拒傳播自己的作品 突然間它的優勢 和我們的優勢 其實是拉平了在一起 但剛才你所說的 大家都是免費在網上播放 其實是很出事的 那些錢在哪裡 我們每天在家裡吃完飯 又可以看 不用錢 要付錢的我當然不看 旁邊說哪個應用程式已經不用錢 但其實誰會再投資呢 其實是出市 我覺得現在是怎樣呢 大家好像歸零 以前有些人跑得快一點 有些人是起步遲一點 但突然間因為疫情這件事 全部歸零 大家在這個新的時代 我們重新再想過藝術 或者表演藝術 怎樣可以有一個生存的模式 商業的模式 令到好作品在裡面可以出到來 不止我們香港在想 全世界一起在想 大家都在撞牆 所有地方都是這樣 最初是關閉了之後 一兩個月 被放了那些東西出來免費看 大家很開心 兩三個月之後 不可以繼續是這樣 繼續是這樣 吃西北風 大家在等補著來 不可以長遠是這樣 一定要想一個方法 不可以了 你要付錢才可以來做 大家都知道 譬如說 已經有些新的模式 Netflix已經有一個新的模式 它怎樣可以做得到呢 又沒有廣告 這樣可以做得到 那是否全世界只可以有一個 這樣的頻道可以做到這件事 人人都去到那裡 有沒有第二個 有沒有第三個模式 我覺得這是一個災難 也是一個機會 令我們好像全世界 在做這方面 你說藝術、娛樂 都在歸零的狀態裡 一起要創新